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郑文燦过去八年五星级桃园市长的这个光环跟执政 最厉害的就是蓝绿通吃 他如何靠着补助要五毛给一块两块给十块的方式 让该监督他的议员拿人手软吃人嘴软呢 今天玉丰也要来告诉我们 他使出了什么样的绝活在这八年笼络了企业家 在这个八年他不见他的人脉存折 对我们知道郑文燦其实他跟一般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他当初被丢到桃园的时候 他是不得志的 他先当党部主委 然后呢去选了立委 立委选上没有输 然后呢选桃园现场选上没有输 那那个时候呢要升格变成桃园市的时候 他要对上他的老对手吴志阳 那当时候还有执政的优势 那所有的民调大家看起来吴志阳应该是没问题 再加上博公的能力 大家想说这个问题应该没问题 结果呢民调慢慢开慢慢开慢慢开的时候 美式的民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没想到他2014年最后他赢了 他赢得有多惊险 他赢得有多不可思议 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 他们说当天开票开到八点的时候 想说要赢了怎么办 要放跑啊 就问小姐小姐说 没穿了 没没没 快点快点快点赴金这席跑来放 所以呢他那时候选上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在那一次的事情 虽然非常紧急的把它压缩上场 但是他选上了开始他的胖周瑜传奇 但是也就像我刚才讲的 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不得志的 从主委一路选上来 最后竟然是变成六都的直辖市 最年轻的首长 所以呢他做事 第四个字正通人和 那你要怎么正通人和 你要跟大家巴地巴地 你要跟大家当好朋友 才有机会正通人和啊 所以他那时候一选上的时候 吴志洋的好朋友们就说 这要给他修理 民进党的市长要给他修理 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呢 其实身段非常的柔软 只要是议员 只要是代表叫你来 我就来 他不是一般的那种剪彩去哦 他连运动会都去 企业的运动会都去哦 那这个是白天 然后呢你要看的是 他特别的是说很多很多的人啊 他给了很多的优惠 不只是民进党的委员 你民进党的立委 民进党的议员 你要这些补助款 你给是应该的嘛 蓝营的也一定要给 而且呢我要打到你心里去 你要五毛我给你两块 哇蓝营给更多 给更多 那你知道说以后 我们可以当好朋友 所以呢他把这资源灌注进去之后呢 那些帮吴志洋 要身上正义的人 慢慢的就没生意吗 所以没有什么蓝营 没有什么绿营 拿人手软 以后都是参赢的人 对以后呢 你就是要好好的 跟大家当朋友 那时候还有一个传言 我们要看到 颤兄要怎么看到 你要赌内给市府嘛 那你赌内之后呢 大家是看时间数据吗 没有 有媒体报道说呢 如果你赌内多的企业家 就能优先与市长见面 还有这样啊 对那你与市长见面的话 你可以谈很多很多 你平常见不到面 你平常不方便谈的 那这个状况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想说 会不会就开始说 你跟官商就有往来 那个时候就被人家拍到了 2017年的时候呢 在官邸 夜宴 夜宴的那天呢 其实我们看一下 那个画面 非常非常多百亿的企业家 所有的人都去了 谁来了呢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谁 蔡宗翰 李世聪 他是荣言的创办人 身价一百亿以上 但是呢 蔡宗翰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 他特别的重要 因为他们家是国泰金 国泰金有多少 你不能用亿来算 人家有八兆 所以那个时候呢 大家就想说 难道蔡宗翰代表国泰 去跟郑文燦来讲了些什么东西呢 讲完之后呢 果然没有多久 国泰就开始把资源投入到桃园去了 他们开始用两百亿哦 用国泰人寿来做一个开发 在这边盖 outlet 盖饭店 盖嘴鼠馆 盖隐称 所有所有东西 你想得到的 他们都投资进去了 他们都把这些资源给溢注进去了 但是你想想看 对于郑文燦来讲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为桃园心力 你看我们这些重化区 你在重化区 你一定要有个什么 最重要就是什么 你要隐城 你没有隐城的话 我再来这边看到的 都是野狗跟草 所以我们看到非常关键的 刚刚在这个所谓的 市长官邸 夜宴这一些 老板们 最后你就发现 他们真的把钱投注进来 他们就让整个清谱 清水便积汤 把这一块重化区 立马镀金了 马上就给吵起来 可是他这个做法 其实他第二任的时候 就有人就有一些 就有一些声音出来了 什么声音 那你这个东西 你这么积极的 帮企业解决问题 调事情 那你这到底是为民服务 还是说你只针对特定人 那一般的百姓有没有 所以大家就想说 那我要怎样 才可以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 对 你白天可以看到我们的燦兄 可以在这个运动会上面 不管是企业的运动会 国中国小高中运动会 到了晚上 大家就想说 你是不是很热闹 有两个地点 第一个就是官邸 那官邸的时候 那时候有被人家发现一件事情 2022年 大家记不记得 2022年疫情期间 我们连录影都要戴口罩 连讲话 我们都要非常远的距离 结果被人家派到这些 那个时候小智要选举 他新竹做完要来直奔桃园 那在这个官邸里面 带着小智 那时候是说 宴请一些工会的一些干部 宴请一些工会的朋友 可是你在宴请的时候 你怎么把这个候选人给带上来了 对 那的时候是传出说 他从新竹干完 就要来选桃园市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把他给带上 他给他带上的时候 这画面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会出来 因为大家太高兴了 我们竟然可以进到这个官邸里面 拍照啊 然后合影啊 可是大家从后面就勾机出来说 你后面的这些小摆事 你后面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跟市长官邸是一样的 那你在官邸宴会 这就有个梅缸哦 钱谁出的 你该不会是拿公费去宴请吧 那你宴请这些干部工会 淘机工会的干部也就算了 你还带上了小智 林智杰 那你是不是拿这个公款 然后呢来夹带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当时候大家都不能够聚会 当时候大家都要戴口罩 你这样子玩下去的时候 那时候就被质疑 可是呢 除了这个官邸 黑皮之外呢 现在还有一个越夜越美丽的地方 不要忘了台北有八八会所 是 桃园有复兴路九十九号 他们说在九十九号里面 整栋都是让大家觉得 会有一个度过一个开心娱乐的一个时光 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地方 那我去查了一下 大概有很多层都是KTV 那KTV就有包厢 那这些明代告诉我们说 你在这个地方 不同的楼层 会有不同的朋友 那你可以去里面玩什么 大地游戏 什么是大地游戏 我们考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系里面去玩大地游戏 就像寻宝一样 助教会给你一个单子 你要先去101 然后呢找到什么 然后再去哪里找到学姐 然后你要找到学长 你先去看 我们在玩大地游戏呢 是要去熟悉系所 你这栋大楼里面 都是情色相关的营业场所 那你玩大地游戏 是不是玩得非常的开心 而且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跟这些好朋友们 彼此交融在一起 好 静平 你回头过去看 这个五星级的郑文燦 八年桃园执政 居然有这么一栋 复兴路99号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住商混合的大楼吗 里面有什么 他们在里面 又完成了哪些任务呢 那就是桃园火车站 战前著名的当地的一个地标 以前郑文燦 我听过老议员 因为以前郑文燦 当过一件的桃园县议员 就9899到2001的时候 那三四年 那他当过一届县议员 在县议员的时候 我听跟他同期的 这些议员前辈有讲过 就是他以前会常跟他们去喝 以前甚至晚上喝到通宵 你说这文燦来到 复兴路99号的这一栋 他在当议员的时候 然后后来这个 到甚至以前人家从下喝到 从下午喝到晚上 晚上喝到那个白天凌晨通宵 那他是有时候 因为议会早上开会 下午就没会 所以他就下午回去喝 喝下午茶 下午茶就喝到晚上 晚上吃个饭再继续喝通宵 到天亮 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有人就开玩笑戏声说 因为我当时刚当市议员 人家就跟我讲说 你知道复兴路99号是什么地方 我说就是酒店啊 他说不是 是胖粥鱼的养成地 我说什么意思啊 怎么在这里养成地 他在那边练就了什么绝世武功 练就了酒量 还有这个肚量 就是那个肚子大大 所以从他后来 当然我看到他当桃园市长之后 我知道的是他应该不太敢去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整栋都是酒店 前后都有通道都有通路 你要去狗仔很容易都拍 那所以我就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转战到你旁边那个大荧幕的照片 下面左下角那一张 那个宴勤商界二代的那些什么 国泰小王子那些啊 这个就是市长官邸 而且我知道的是 不只郑文燦会参加他们的活动 还有101 101上面也有这个招待所 因为这个101我自己去过 不是郑文燦揪我的 是其他议员 国民党民进党议员都有在那边 然后几个企业界的也都在 101的这个招待所跟郑文燦有关系吗 八十几楼八十六还八十几楼在楼上 不是跟郑文燦没关系 他就是一个企业家的会所 那个吃饭餐厅喝酒唱歌都是很高 他去过这个地方吗 他就在那边啊 他们就跟我就其他议员找我一起去啊 我入完影就赶过去 然后才发现那么多议员 蓝绿的议员都在 那当然记者绝对不会在 然后郑文燦跟一些他们的这个市府的 你在那里见过郑文燦 我在那边就郑文燦在那边 他们还说市长说一直在念你怎么没来 我就想他赶快赶过去 是他不是只有角度有山窟 他不是只有复兴路九十九号 还有市长官邸 还有这个大西 这个大西在网山上的复兴的山区 听说也是一栋这个别墅 也都在那边 然后还有刚讲的逸琳 甚至我也跟他在这个台北市的复兴南路 一家著名的一个海鲜餐 你有碰过 就是说郑文燦很喜欢去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他的交友广阔 尤其在市长官邸 我不要说夜夜深刻 这是很夸张的形容 但几乎每个礼拜或每个月 那个频率之频繁 附近的邻居以前都曾经听过 其他议员说有接获投诉 就是太吵了 太吵了 因为那边是老城区 那个是旧市区 通常都到晚上八九点 张善正上任之后 只曾经跟我们这个各党团的议员 五党籍国民党团 在那个市长官邸吃过一次饭 然后九点不到就赶人了 就见那个包括议长副议长 我们那些国民党就要赶人 九点以前就要离开 因为他在国小附近 都是老城区 然后可是呢 听说郑文燦以前 他在请这些政商界 企业界的名流的时候 他们还甚至成立了一个联谊会 然后这个请他们吃饭 那可以到晚上十二点 甚至一点 很吵 然后这个附近的民众 也多半敢怒不敢言 我是有亲到以前在地的 桃园区的议员 有接到这样民众的投诉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他以前的交友广告 和人脉的这样子 然后这样的一个酒量 然后这样的一个度量 他就喜欢GBA 杨明也是桃园人 我们来看那个郑文燦 胖周瑜的人脉养成树 有他读到这处 你有没有耳闻过哪一些 其实郑文燦算是我的国中学长 我们是同乡 那郑文燦算是非常厉害 我们那个国中母校 算是你知道曾经因为霸凌 上过全国版面 就是说他叫一般我们以前讲 放牛班流氓学校 可是呢 郑文燦考上建宗 非常厉害 所以他在我们这个巴德地方 是一个传奇人物 然后尤其他能够当选到市长 我们都巴德之光 三年后台大电机 但我以前采访他的时候 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 几年没见 见到我 第一件事情 杨明 然后呢 直接讲你家 我前几天才到你家那边 他连我家住哪里 他都记得 我去主持台湾灯会 我几百年没有见到他 我在那个主持人的台上 他过来跟每个人握手 你不是住在我们家 两公里外的地方 把我吓死 记性非常好 非常厉害 所以跟他见过面的人 其实你知道我以前跟过他一次行程 比如说道平镇 这个竞平的选区 来现场的里长 什么议员 哪个社团的代表 上面司仪会介绍一次 他上台再重新介绍一遍 不用人家提点 全部都认识 那你说这个在地方够不够用 绝对够用 但是相对来讲 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人脉 你知道当时 这个2018年8月 刚好就是这次这个案子 他还钱那个月 那时候他刚好出一本书叫什么 郑文燦模式 然后这本书呢 当时新书发表会灌溉云集 然后有一位贵宾叫做行政院长 当时的赖清德 那当时赖清德怎么推崇郑文燦 他说郑文燦就像张无忌一样 奇遇最多武功高强 他还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他能够把桃园的朝野 团结在一起 他说未来台湾政坛的模式 就是郑文燦模式 没想到过了七年 现在这个郑文燦模式 已经被丢到垃圾桶去 真的是精细是何系 哇 起金皮疙瘩了 2018年的事情 所以武功在高墙里 翻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啊 你讲郑文燦之前有多风光 现在就有多落魄 老实讲看到郑文燦 这几天的一些鸡鸭不停地开 虽然我不是民进党了 看起来他的这种状况 我都有点唏嘘的感觉 要知道郑文燦曾经是 民进党新潮流的二阿哥 甚至是曾经有机会挑战 中华民国总统的人 短短的几天 从天堂掉到地狱 已经沦为了阶下囚的情况 而这种情况 民进党给他的态度是什么 更是完全的冷漠无情 仿佛郑文燦跟民进党 是陌生人一样 绿营全党上下 从上到下 没有一个人帮郑文燦讲过一句话 帮他护航过一个都没有 甚至已经夸张到 是连郑文燦这三个字 都绝口不提啊 好像文字玉一样 生怕讲到了郑文燦这三个字 就会惹祸上身 连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 都只敢讨论立法院的议案 与他的议事攻防 完全没有人敢在赖清德的面前 讲到郑文燦三个字 甚至是不只是要铲除郑文燦 接下来你说包括了在野党 但柯文哲 高宏昂会不会继续遭受赖清德的毒手 甚至是严厉的对待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但是我真的要讲 人真的是要好好把握该做的事情 以及你在位置上该要做什么事情 不要去预局了 虽然我听到了所有包括这种上很多新闻 都算是正面的 可是只要当他真的有所谓这种贪毒的事情发生完之后 老实说任何人都保不住他 接下来虽然我觉得唏嘘 但是郑文燦也拜托你要讲实话 因为接下来你有个最大的争议点 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在检察官侦办之前 你就已经知道了相对应的方向 以及侦办的内容 表示着你还有共犯 甚至可能是不止一个共犯 而到底谁是内鬼 到底谁护航着你 到底你的共犯结构有多么的巨大 我觉得才会是接下来的重头戏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武器暴行文 郡向还有优秀的武器暴行文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花真相